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三年多了 一直以来在这段感情里 我感觉我都是比较主动的一方 不论是平时的沟通 还是关于未来的规划 好像一直都是我在上心 他还总是觉得我脾气太大了 我俩也曾经闹过分手 但是和好之后呢 还是磨合的不是很好 现在面临毕业了 有很多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他觉得他对 我觉得我对 还是这样政治不下 我不知道应不应该继续了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豹 22岁 来自辽宁学生 女嘉宾小木 22岁 来自辽宁学生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学长好 学长好 好好好 欢迎两位啊 说说吧 为什么来 就因为我们俩已经在一起三年多了嘛 然后我觉得不管是平时的沟通 还是对未来的规划 好像都是我在上心 即使我这样 他还是觉得我脾气不好 暴躁 怎么着的 说跟我说不通 我们俩就一直这样 他觉得他对 我觉得我对 太累了 现在马上就要毕业了 然后面临各种现实的问题 我现在就不知道应该继续了 显然脾气不好是吗 对 脾气特别不好 一天不发几次火吧 他难受 都为什么事发火呀 就比如说前几天有一次 我们俩晚上在溜弯的时候 他突然莫名其妙就踢了一下那个停车牌子 那个三角的蹲子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为什么踢这个呀 我就特别不理解嘛 我也不理解 为什么要踢这个呀 没事闲的 而且他那个态度就是 我也没什么问题 怎么着的 我说你妈没教过你嘛 我就特别生气 你不觉得你说这话很过分吗 像没有家教一样 像你妈什么也没教过你一样的 就是这件事 之前也发生过一次 学校先安了一个摄像头 他就看那摄像头 觉得那摄像头对着他了 他就是觉得 可能刚安没插电 怎么着看不见他 他就拿水瓶子 把摄像头扒一边 结果摄像头开了 把他拍得特别明明白白 然后就赔了一千块钱 首签啊这是 而且他平时长成这个样子 不是他长得有什么问题吗 他特别像开玩笑 就他长了一张玩笑脸 对 那他平时就是 现在这种表情 就一直感觉现在笑 就看着他的时候 我就更生气了 不是那你当时喜欢他的时候 他不还是这张脸吗 对当时就是没太了解嘛 就觉得挺开心的 谁啊 也是我 谈了三年 闲人长得有问题 你这不对啊 没变化吧 没变化 但如果生气的时候 就看这样 就太生气了 更生气了 你生气的时候也这样吗 这个脸长得好啊 就像笑脸是吧 行 我听明白了 男生可能觉得自己 踢东西是属于顽皮 对吧 对 这波摄像头呢 也是属于顽皮 对吧 对 但是女生觉得 你看你在细微之处 显得教养不是那么好 对吧 毕竟这是一些公共的物品 对 你没事老动 所以女生生气 是为这个吧 是 而且我也觉得 就是我跟他说什么话 他根本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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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所有全部都是在 我就总是我欺负他 或者怎么着 如果我真的对的特别不好 经常欺负他 他根本就不可能 给我在心这么长时间吧 那有些人就是喜欢被人欺负 你知道吗 越欺负越开心 你知道吧 你看他说话 特别有脾气 特别有思维一个人 没有脾气 我跟你也不敢有脾气 你看就是这样 我承认错 我可以先把我自己过点承认 承认出来吧 我再哄你吧 自己哄你吧 然后就是不敢 你哄开心 对吧 我也敢呀 你从来就没敢过 就为这些事是吧 就是这些小事 都堆到这一起 经常发生 总是发生 所以你在对他的感受是什么 看见他就特别心累 分哪 但是总是心软 不知道怎么办 他好在哪呢 他平时脾气确实是挺好的 不是那你刚才说的脾气不好 他到底是脾气好还是不好 就是正常的时候 就在我们俩不生气的时候 哦 脾气好 对 还有呢 没了 就没了是吧 行 你女朋友分析一下 你也客观评价一下 女朋友挺好 就毕竟三年多也有感情 当时也是他追我 对吧 当时对他也确实没什么感觉吧 但最后还是喜欢上他 感觉小哥还是不错 是这么评价的 他也没事 对我比较关心吧 他事都能想着我点吧 我也能想着他吧 对对你好已经是习惯了 然后我稍微有一点点脾气的话 你就会觉得我脾气不好 我是怎么着怎么着的 别闹了听明白了 分手不你 你想分不 不想 毕竟有感情 服从管教不 一直服从 那为啥管教你的管教那么累呢 你那么服从 我也不知道为啥这么累 因为你态度我一直都是好的 那我还能对你坏态度吗 你看就这种态度 但是呢 根本就不改 什么都不听 我说一千遍一万遍有用吗 根本就没有用 我再问一个问题 老秦我也没法控制 最后一个问题啊 你觉得你们这些事 有对错之分吗 我觉得有 肯定一定是有的 我觉得什么事 都肯定有对有错 你觉得凡事都有对错吗 不一定 不一定 你觉得两个人谈恋爱之间 对错那么重要吗 一点也不重要 主要你生气了 我也是第一时间哄你 对你永远都是这种态度 你就所有人面前 你全都是这个态度 好不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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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让老师帮你们分析吧 来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本院 我送你两个词 矫情而且敏感 咱就说说香菜的这个事 那你就告诉他 你说我不吃这个 你下次注意点 不就完了吗 你干嘛这么敏感 然后发脾气 能解决问题吗 不能 他根本就不会往心里去 你是憋屈自个儿呢 人为什么会生气 因为你的能力 控制不了你的脾气 你其实是一种 在发泄的过程当中 自我的否定 自我的无力 我怎么办 我就是弄不好这件事情 他就是不知道 然后把所有的错 归咎于对方 其实你是一个 负向思维的人 很多事情 你都先往不好的地方想 然后用极致的行为 去处理它 难过的是自己 难为的是自己 何必呢 因为你自己刚才说 他摔手机的那个事 至于吗 小事一件件 到你 你的这两个词 叫做 手欠而简单 恰恰 这我也拍一下 那我也踢一下 这些事情肯定是错的 不应该做的 但我为什么说你简单 你知道老板 为什么把你们俩炒掉 不让你们再继续做 兼职这个工作吗 到现在都没想明白 对不对 我告诉你 因为你说了实话 批评了这个孩子 导致这个家长 可能会认为 这个孩子不适合 来学习美术 导致可能不再交钱 来上这个班 老板就担心 你在以后的日子当中 又继续和其他家长 说这些 我要告诉你的是 事实上你没有错 你只是讲了一件事情 那么这个老板 不适合你而已 你去找那些 欣赏你真诚表达的老板 就好了 我为什么讲这个 是因为可能这个女孩 并不适合你 你去找那个真正欣赏你的 这种阳光的状态的女生 就好了 你们都没错 只是不适合 祝你们各自幸福 谢谢 好 谢谢董燕老师 如果把女孩 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些事情 评一个到底是谁对谁错 我想可能是百分之五十 绝对不是女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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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以自我为中心 不符合我的意愿 我都不舒服 二、自卑 我生怕 他拿点做得不如我意 是因为不爱我 我不够好 他不爱我吗 从最初你追他 到现在要面临毕业 你一直心里都很担心 他有没有那么爱你 所以是自我还是自卑 导致你变得如此敏感 你自己去判断 但实际上 你的这份心 他真的读不懂 有一种人喜欢 我的爱情要轻松啊 我不能天天觉得好累 我不能天天有个人盯着我 这样的爱情我不要 有人觉得我的爱情 就要我生病了 你二十四小时陪着我 前两天我有个女朋友 跟我讲 他交了一个 特别相爱的男朋友 他生病了 这个男孩晚上就 一晚上不睡觉 在旁边陪着他 他说他每次睁眼都看到他 在旁边看着他 他如果热 他就扇扇子 他如果冷 就在掐被子 无时无刻 他觉得好幸福 我说真的好幸福 但我心里想 这种幸福我真受不了 换上我我就累死了 明白吗 人和人对情感的需求 感受不一样 你们两个完全不同 我们总说这个爱情 其实是天平 天平两端平衡了 我们的爱才能和谐 而一边太用力 一边太放松 这个天平就要垮掉 所以不匹配的 两种状态在一起 其实谁都累 女孩是越来越往牛角尖里钻 总觉得他不爱你 男生会越来越觉得 我无所适从 不知该如何是好 这个不是磨合能解决的 这是你们的天性 所以我倒是更祝福你们 能够找到适合自己 天平另一端的那个卡 去好好的相爱 好吗 祝你们快乐 好 谢谢 谢谢袁老师 来 附老师 打第一巴掌的时候痛 打到第二巴掌 就有了抵抗力 打到第三巴掌 就有了免疫力 你已经打了好多巴掌 他已经不在了 男生身上发生的反此种种 你能原谅他吗 不能原谅 那就是说 今天一定会分手 是吗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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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特别不想这样 因为我跟你生气的时候 你觉得不开心不高兴 我同样我一样的感受 我甚至比你还要不开心不高兴 我也想每天高高兴兴的 没有一个女孩想每天都生气呀 说我骂她的男朋友没有人想这样 所以我现在太累了 比如说一件事说一次两次都行 如果说太多次了不仅你不爱听 我更不愿意说了 你说这些我都了解 平衡几位老师 漂流在俩旁 我也知道 确实各自也都有问题 就回去也消化消化 想一想到底是谁对谁错 我也挺珍惜这段感情的 我也挺喜欢你的 我特别希望你能陪在我身前 你们人觉得我还得想一想 好了 时间到 请亮灯吧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来吧 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们俩之间的感情吧 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确实自己想想吧 其实也挺舍不得的 毕竟是很长时间了 谢谢 谢谢你的分享 请回 谢谢 谢谢